没想到最终还是失败了 人算不如天算 秦世奖拍了拍他的肩头 低声说 十三 没什么 我们回家去 秦胡依旧不动 秦世奖皱眉问道 十三你怎么了 秦胡抬起头 慢慢的说 我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败 想不明白 为什么最后时刻 魏树军会突然站到金安军王这边 是啊 真是想不明白 其实也没什么不明白的 小瞧他们 原来 经营的比他们知道的还要深 或许 是从留在京城当宋子童子的那一刻 就开始了 不过 这些话 不是在这里说的时候 秦世奖拍了拍儿子的肩头 秦胡依旧说 我想不明白 秦世奖皱眉 查诀儿子的不对了 一个随从 富尔 低声说了几句话 周福 原来如此 秦世奖皱眉 握住秦胡的肩头 让他看着自己 周福 原来如此 秦胡 你要是不明白 那你真是让父亲太失望了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难道 你不明白 道不同 不相为谋 难道你不明白 你姓秦 他姓周 当争朝争 生死存亡 难道 你不明白 自己在做什么 秦胡抬头 靠着墙笑了 父亲 我就是因为太明白了 所以才不明白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没有射中我 我也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射中他 我明明是想要 被他们耗胆 我明明是想要 帮他们的 可是为什么 结果会这样 那是因为 他不明白 带公司回去 秦氏讲 有些无奈 又有些恼火 他不愿意 在这里多说 处随从闷 摆了摆手 秦胡被拉了起来 他依旧 喃喃着说 他不明白 秦胡的眼前 浮现 夜色里 倒下的身影 他抬起手 按向自己的心口 我用的是 专门射人的贬剑 这种剑 不是为了破甲 不是为了贯穿 而专门是为了杀人 这种剑 射入人体内 就是要一路上 伤脾伤肉伤血伤筋伤骨 挨到什么 挨到什么伤什么 刺破钻力 这是专门杀人的剑 他不明白 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多 那么多次 他都不肯故意认说给自己 为什么偏偏要是这一次 故意的认输 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次 他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也不明白我要做什么 他只明白不能把剑射中我 他只明白这个 他只明白这个 周福 你狠 你狠 耳边有哭声传来 不 又不像是哭声 因为太难听了 是乌叶吧 似乎要哭 又哭不出来那种 有什么好哭的 他最讨厌听到别人哭了 不就是中了一剑吗 中了就中了 死了就死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周福用力地睁开眼 光线刺目 他又不得不立刻闭上 怎么回事 天亮了吗 已经过去 这么久了吗 周福再次睁开眼 看到身旁站着的人 没错呀 还是那个顾先生 还是那个景公公 所以 现在还是在城门外吗 周福用力地撑起身子 他问道 现在怎么样了 云冰 还是没来吗 你 你怎么 你怎么起来了 景公公 神情轻弱 如同见鬼 坚力地喊着 顾先生 亦是同时喊着 不起来 还躺着吗 周福正媚 他跟静安静王身边的人不熟 这两人 看起来 鼓鼓乖乖的 他不再理会 低头看自己 对时也吓了一跳 满手的血 身上也是血 难道受伤这么重吗 他忙伸手 去按自己的胸膛 胸膛敞开着 露书旗上 起出刀伤 一按就疼 这也不算什么 这种皮肉伤 他在西北多得是 你好了 你好了 你竟然一点身也没了 不待他再看 有人扑过来 几乎将他按倒在地上 李太医死喊着 一面伸手 在他身上 暖漠乱暗 周福抬脚将他踹开 满好气的喝倒 干什么 他重新坐起来 看着一旁 顾先生和景公公 比适才 神情更惊论的 看着自己 景公公慢慢的说 你竟然 真的 好了 还能有力气 把人踢开 别不知道 他再清楚不过了 当周福重剑 是他将它拉回来的 习惯性的 就先断了下生死 一抹潜心后心 他就知道个大概 撑不过昨晚的 见不到今天的太阳的 可是 可是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他猛地转头 看向那边 看向那个 躺在地上 形容诡异的女子身上 周福也顺着 他的视像看过去 对时 人就呆了 室内 陡然响起一声大叫 顾先生和景公公立刻 左右扑过去 包着周福 周公子 周公子 别过去 别过去 过去倒没什么 只是 竟然郡王还在跟前 万一伤到郡王就糟了 周福一边挣扎 一边不停地吼叫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周问周公子 你啊 王妃殿下 到底是怎么跟你智商的 怎么拟好了 他死了 他死了 周福身性一顿 旋即 猛地发力 声声地 将顾贤舍和景公公甩开 人 突跪在成交娘身前 不由分说地 抱了起来 他吼道 胡说 胡说 他才不会死 他才不会死 这些混账东西 竟然敢说他死了 竟然敢说他死了 他 他怎么会死 他不会死的 他伸手 胡乱地抚摸成交娘的脸 原本煞白的面容 对时又笑了 他没死 就说了 他不会死的 他还活着呢 他说吧 伸手摇晃成交娘 救娘 救娘 女子的身子 随着他的晃动而摇动 手垂下来 就好似下一刻就要掉下来 既然俊王只觉得脑子轰的一声 他伸手就扑了过去 滚开 顾先生和景公公 也在同一时间扑过去 将周福死死地拉开按住 他还没死 他有劲呢 小心地将成交娘抱在怀里的静安俊王 文言一正 有劲 他颤抖着 要伸手 有人比他更快一步伸了过去 细细的温温的气息 在指尖萦绕 李太医神经惊骇 喊道 真的有劲 静安俊王 只觉得呼吸都停止了 那你说什么死了 紧攻不吼着 简直要把俊王吓死了好不好 李太医又猛地伸手 一只手按住成交娘的心口 一只手按住脉搏 抬起头 神情如同见鬼 可是 可是 他没有心跳和脉戏了 天光大亮 秦政殿上的朝会 也进行到了尾声 张纯亲自宣读了 左叶的高臣二人 谋害太子的事 以及病罪处罚 朝臣们跪地大哭太子 虽然很多人 都是今早才进的宫门 但昨夜的事都被惊动了 已经大约知道些什么 今早在心惊肉跳地 穿过那被炮火炸过的宫门 看着地上虽然清洗过 但还残留的血迹 此时此刻听到这些话 心里反而都平静得很 皇后在连杖后 哽咽地说 这些贼子 自有律法处置 如今最要紧的 是为太子治丧 朝臣们其中有事 说完罪也说完了丧 那么接下来 就是最重要 也是朝臣们最关心的事了 皇嗣成继 朝堂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但垂帘后却突然无声了 朝臣们突然忍不住抬起头 看到帘子后有内侍正跟皇后滴雨 皇后似乎受了惊 人从四足凳上站起来 朝臣们虽然听不到 但忍不住也跟着心咯噔一下 这一夜惊吓太多了 实在有点受不起了 皇后开口说道 那就这样吧 太子一身坎坷 让他体面地入土为安排 那就是说 今日不说过气的事了 这种事 怎么不一鼓作气地定论下来 朝臣们面色浮现几分疑惑 但看着皇后急匆匆要走的样子 大家也只得公身应试 不过 很快大家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了 靖安郡王出宫了 靖安郡王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宫 真是令人惊讶 难道不应该一鼓作气 落定了皇寺身份吗 要知道 有些事可是夜长梦多的 没等走出秦政殿 皇后就急急地问 靖安郡王妃怎么样 说是受伤了 殿下带着回王府了 受伤了 是啊 他可是最先在宫里的 又给自己递了条子 一高凌波的心眼自然会发现 相比于自己抱着烟花闯城门 她的处境肯定更为凶险 虽然夜色里看似她不安然而来 身上说不定已经受了伤了 皇后神经带了几分紧张忧虑 说道 派个人去看看 太医们也都去了吗 内侍点点头又摇头 奴婢派人去了 只是殿下没有招太医们 只有李太医跟着 只有一个太医 那怎么行 皇后很惊讶 是啊 听到消息 派医们也都过来了 可是 看秦安俊王的样子 是不许他们靠近的 内侍揣测着说 也许王妃上的不重吧 只是受了惊吓 受了惊吓 皇后摇头 还真不知道 这世上有什么能激吓到她 皇后叹了口气 说道 有消息 最快来告诉本宫 最好事 没有消息 朝会还未散 街上的兵丁们 也还散步着 衙门里的官吏 也无心办公 找着各种借口 站在门外 向宫门这边看 一辆马车 从皇宫的方向 急驰而来 引来无数的视线猜测 这谁 看护卫可不少啊 严平俊王吗 大家议论猜测 一个站在路边的兵丁 却是目瞪口呆 看着车马 从面前急驰而过 那 那个骑马的人 兵丁转身就跑开了 秦家的宅院里 气氛有些紧张 或许是因为 事才归来了秦氏讲 和秦胡的形容 又或许是因为 事才有兵丁们上门 本首的金匠这样说 金大人 因为有追杀贼党 称忠纪人 海王大人 不要随意外出才是 虽然说得客气 但能有金匠 这样跟骑士讲说话 已经是很不客气的事了 说是不要随意外出 其实是告诉他们 不得外出了吧 家中的仆丛们 顿时变得战战兢兢 听说 高家陈家 已经被抄了 难道 下一个 就要轮到他们秦家了吗 可是 不对呀 他们秦家 可没有参与谋害太子的 而且 还是救家有功呢 秦氏讲 笑得云淡风轻 他说 超秦家 只要秦氏王 不是太子那样的傻子 就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我们秦家 可不是谋逆之中 谋逆的抄家 护家的也抄家 他倒是痛快了 但朝臣们 只怕不会让他痛快 没有理由 惩罚一个功臣 简直是寒人心 逼反 是啊 我们秦家 是想用力 严平郡王一脉 但别忘了 曾经反对他为皇嗣的 可不只是咱们秦家一个 他能处置咱们秦家 就能处置别人 如此没有容忍质量的黄嗣 只怕朝廷 人心不稳 秦夫人没有说话 畏畏地出神 秦室将笑着问道 你怕了 秦夫人回过神 摇了摇头 这有什么可怕的 我只是担心 没什么担心的 他不要我们秦家这个臣 我们也不要他这个主 我们辞官归乡去 做一个闲散天舍翁 不是啊 我担心十三 门外响起喊声 有小四跑进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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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六公子没有事 没事 秦室将惊讶地看过来 秦夫人更是站起来 急道 不是说 被十三一天射死了吗 没有 刚才人看到了 周六公子 骑马从宫里出来了 护制一辆马车 过去了呢 原来没死 秦室将也松了口气 秦夫人喊道 快 快 快去告诉十三 快去告诉十三 他不死 我儿的命 也就保住了 他不死 我儿的命 也就保住了 秦夫 看向廊下跪坐的小四 慢慢地问 亲眼看到的 是 亲眼看到的 周公子骑着马 也不用人扶着 自己骑着呢 还骑得很快 公子 你放心吧 我放心 我放什么心 秦夫 伸手指着自己 看着小四 不用担心 周公子他 小四 被他笑得有些发毛 结结巴巴 秦夫看着他 一面摇了摇头 一面笑道 不用担心 我杀死他了吗 错了 错了 我已经杀死他了 我已经杀死他了 他死没死 都一样 秦夫站起来 向内走去 小四正正的 这公子 真的是受刺激大了呀 都开始说胡话了 小四 咽了口口水 看着秦夫走向里间 站定在墙角 墙上悬着一把长弓 小四 神情 都有一些黯然 他认得这把弓 是周六郎的 谁曾想到 曾经嬉笑打闹的二人 竟然会有了 生死相对的时候